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为比较偏湿凉的天气 那么又有封面来报道 所以北部地区转为各地都有雨 而且降雨几率高达百分之百 这降雨从基隆会一直降到新竹苗栗 那又到了台中彰化嘉义 降雨几率才会降到大概百分之四十 所以中部地区其实仍旧今天也会转为 多云短暂震雨的天气状况 那一直到南部地区的台南高雄屏东 那么才会偶尔可能见得到阳光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个降雨的区域范围明显的扩大 而且北部地区一整天可能都会下雨下个不停 而至于东部地区降雨几率也高达了百分之 我看一下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有百分之三十 这里面宜然是有百分之九十的降雨几率 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降雨几率 所以除了台南高雄屏东可能还偶尔见得到阳光之外 其他地方都要注意出门要攜带雨具 那在温度的部分 这一波的封面水气很丰沛 但是它带来的降温幅度并不算特别的剧烈 所以温度大概是下滑个两到三度 会变得比较冷 但是温度下滑的幅度还算是OK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16到18度 中部地区是17到23度 南部地区是18到25度 东部地区17到23度 澎湖地区也是17到23度 目前各有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台南宜兰以及澎湖都是17度 高雄19度 花莲18度 台东20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没有股市呢 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呢 开低最后尾盘的时候呢 那么三个指数呢都翻红 道琼贵指数呢是下跌了201点 收盘指数是35,911点跌幅 0.56%是唯一呢还仍旧在平盘之下的这个指数 那但是纳斯达克呢是翻红上涨了86点 收盘指数是14,893点 涨幅0.59% SNP指数上涨了3.82点 收盘指数是4662.85点 涨幅0.08% 费城半导体上涨了88.77点 收盘指数是3900.61点 涨幅高达2.33% 你从这个数字的分布就很清楚的看到 科技股强于一般类股 尤其是强于能源还有包括强于金融还有房地产 那么领涨的呢主要是科技还有能源 所以呢五大科技天王都是上涨 而台股的ADR呢也是这个涨多跌少 台基电的ADR继续的上涨 上涨了1.06% 鸿海的ADR则下跌了1.18% 热光的ADR上涨了1.41% 联电的ADR上涨了2.54% 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0.16% 好那么接着呢在台子旗的夜盘的部分呢 也是上涨了75点 除了股价的部分呢 那么油价的部分呢 反映的是乌克兰的情势越来越紧张 所以呢包括了纽约原油起货价格 是上涨了1.7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3.82美元 涨幅2.07%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5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6.06美元 涨幅1.88% 那至于在其他原物料的部分都是下跌的 自家哥黄豆起货下跌了7.50美元 那么跌幅0.54% 黄金的部分纽约黄金起货价格下跌了4.9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816.50美元 跌幅0.27% 而白银的起货跌了1.05% 铜的起货跌了2.76% 白银的起货跌了0.62%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上个星期五也非常的戏剧化 原本呢继续的跌不停 但是呢最后呢 在这个五盘过后呢 出现了拉尾盘的走势 使得美元指数呢 由跌转升 上涨了0.31个百分点 来到95.16 不过呢以上个星期而言呢 一周仍旧是跌了百分之零点五七 是去年九月以来最差的一周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其实都下跌的 英国金融时报白总股价指数 下跌了20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八 法国巴黎镇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五十八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八一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 下跌了一百四十八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九三 0.93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美国股市在上个星期五 之所以开低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呢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零售销售数字呢 那么12月跟11月相比 月减百分之1.9 就是短短的一个月 销售数字就减少了 1.9个百分点 那么这个减少的幅度 是相当的大 那么以这个一个月来讲 本来市场而且市场预期呢 应该只有月减百分之零点一 那这里面呢如果扣除掉 汽车还有汽油 那这一些呢耐久财 或者是汽油因为牵涉到了 这一个波动幅度比较大 那么扣除掉汽车跟汽油呢 那么美国消费者月减的消费 高达百分之2.5 那么所以美国的这个消费者 是否已经开始这个消费缩手 现在成为呢市场担忧的一个重点 那么当然几个原因啦 一个原因呢是整个线困补助呢 已经结束了所以呢 美国的民众是不是已经将封城期间的 储蓄都花完了 这是一个指标 第二个呢是高传染力的 N-Chrome的新变种病毒 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意愿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高通膨 可能呢也是造成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零售销售的减少 而且呢工业产出呢 也越减百分之0.2 那同时呢 这个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是来到了68.8 不但比前一个月下降 而且呢也比预期要来的低 好所以不管是零售销售 制造业的指数 或者是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下滑 那么经济上面是不是出现反转 这是一个担忧 另外呢就是联准会 到底会用多强的力道来对抗通膨 那么根据彭博所整理出来的 那么在上个礼拜 其实已经有超过六位联准会的理事 或者是决策官员呢 那么他们表达了他们对于升息的看法 那平均都在明示或暗示 认为今年三月就要升息 而上个礼拜呢 联准会的理事 沃洛呢 他甚至于认为 这个通膨如果居高不下 可能要升息四次 这个是联准官员 那在一般投资界的这些高层主管呢 那小摩摩根大通的 这个执行长戴蒙 他预言联准会为了制服通膨 可能要升息七次 但他并没有说 要花多长的时间来升息七次 按照这个摩根大通呢 认为这个他们的报告认为 今年至少要升息三次以上 那甚至于可能不排除要升息四次 而摩根斯坦里呢 则是预期 今年呢联准会呢 应该会升息四次 然后同时呢 彭博资讯的策略师 甚至于认为 今年三月联准会呢 会一口气就升息两码 而不是一码一码的 逐步的升息 那这个对于股市的影响 会有多大 巴隆金融周刊呢 他访问了一些这些投资的大咖们 那超过十位的投资者 这里面呢最悲观的 那么是一位这个投资公司的投资长 亚赫斯顿 他认为美国股市可能会因此而爆跌 百分之二十 好这个呢值得观察 另外呢除了刚刚提到的 Omicron之外呢 美国的冰封暴 从美国的中西南部 然后一直往美国东部 延烧的这一个冰封暴 那么冻结了供应链 那估计呢至少已经取消了 两千班的航班 这个使得呢供应链这个不断的遭遇瓶颈的 美国的这个情况呢 变得更加的严峻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IEA 这个呢是国际能源总署 预估未来的这个用电 他提出警告 因为去年呢 那么全球的用电量 一口气年增6% 这创了2010年来最高的水准 然后同时呢排碳量 也一口气呢年增了7.2% 2019年2020年 好不容易呢排碳量减少 但2021年的排碳量 又大幅度的上升 而且呢这个电价呢 也大幅度的高涨 那么欧洲的在去年 第四季的平均电价 是2015年到2020年 平均电价的四倍 好所以呢 这个用电量击增 然后同时排碳量也击增 然后同时这个电价 也价格击增 如果这个趋势不能在 未来一段期间得到恶阻的话呢 一方面碳排击增 二方面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 好这个呢是国际能源总署呢 那么所提出来的警告 好不过他预期 未来三年的用电量 平均年增2.7% 但这里面呢 仍旧是属于碳排的煤啊 还有这个石油跟天然气 为主轴啊 那再生能源的部分呢 短期之内要取代 还是非常的困难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在1月15号的时候呢 签署届满两年 那么按照这个当时的协议呢 其实呢就要开始约定期满来检视 这个所有的相关数据 那中国大陆的采购承诺呢 其实呢 不分种类都跳票 这里面达成率最高的是农产品 那么达成了83% 但制造业达成率只有59% 而能源的部分呢 达成率只有38% 那么只达成了总额的60% 现在呢美国陷入两难 因为如果说呢 为了要去这个执行 为了要去惩罚中国大陆的话 就必须要把一些取消的关税 再增加回来 这可能会让美国的 这一个通膨变得雪上加霜 但是如果不惩罚的话呢 又可能使得中美之间的这一个 这个谈判呢 美国变成趋于劣势 好 所以呢 这个后续值得观察 另外呢 传出来中国大陆呢 可能会在春节前后 释放战备除油 这是中美之间呢 希望能够压抑油价 所达成的共识 另外呢 中国大陆在上个礼拜五呢 公布了进出口的数字 去年全年的进出口的贸易额 高达6兆美元 这个呢 是在2013年首次的突破了 4兆美元之后呢 那么去年呢 一口气跳跃了5兆 然后达到了6兆美元 6.05兆美元 这里面呢 出口的部分呢 那么年增率高达29.9% 进口的部分年增率有30.1% 那贸易顺差呢 则是创下了 2011年以来 这个贸易顺差呢 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 6,764亿美元 那么前五大的贸易伙伴分别是 东协欧盟 美国 日本 以及韩国 那么成长的幅度呢 大概都在两成左右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入港股的部分 在上个星期五呢 那么入股相对偏弱 但港股呢 持续的这个相对强势啊 那么上证中和指数呢 是下跌了34点 收盘指数是3521点 跌幅0.96% 而深圳城市呢 则是小涨了12点 收盘指数是14,150点 涨幅0.09% 不过香港恒生指数呢 开低 不过最后呢 收盘的时候呢 只有小跌了46点 收盘指数24,383点 跌幅0.19%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那么证交所呢 在这个周末呢 在最近呢 已经下令所有的券商 必须呢 在这个礼拜五 也就是1月21号之前 完成所有的电子下单 客户的密码重新设定 那么否则的话呢 就会将所有的金钥冻结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最近骇客的攻击 越来越频繁 所以呢 证交所呢 要求所有的客户 要修改密码 这一点呢 要提醒所有的 这些投资者 另外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台北股是因为受到 美股下跌的冲击 一度呢 曾经大跌了200点 但是呢 又靠着台积电呢 最后呢 跌幅收敛 只有下跌了33点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呢 主要的台积电买盘呢 是外资跟投信 外资呢 买台积电就买了285亿元 最后呢 外资呢 在台股当中买超152亿元 投信也买超了26亿元 自营商则大幅度的卖超了 75.6亿元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04亿元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来看 台北股市的情况